大家好我是王春聖 欢迎收看春秋鼎盛 这个含金量最高的节目 鸿海再次用NVIDIA的利空来彻底了 中国大陆昨天说什么 他对NVIDIA制裁 但是你想一个问题 现在是美国利用NVIDIA在制裁他 怎么反过来变成中国要制裁NVIDIA 这逻辑是不是有问题 老实跟你讲 这个逻辑就建立在什么 他要让NVIDIA市占率变小 在中国的市占率变小 但是中国的市占率他本来就不高 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 那NVIDIA这一次GP200部分 是不是都不能进入到中国 所以之后的GP300也更不用讲了 中美科技战继续下去 好立即创意01盘中是不是就创高了 01的接班人明天又有一次机会 可以中车哦 你要百个机会哦 你要追踪老师的节目 以及老师的股票的部分 直接拿起来的手机 把这两个QR Code全部烧起来带回家 随时都可以拿出来观看 LINE的部分请搜索老师LINE的ID 小老鼠小写的A1377 Telegram的部分直接搜索ID 小写的A0277251377就可以了 好我们看日本央行这边准备 下礼拜他们要干嘛 要开他们的会议 要决定利率的变化了 那目前看到是什么 经济数据的部分 日本第三季经济成长好不好 很好哦 比初值还高哦 初值0.9对不对 中值来到1.2 持续继续再往上的哦 所以啊12月的升息几率啊 老实说啊是越来越高了 因为啊经济成长 以前经济不好在通缩 对不对 他们现在已经在通膨了 那薪资水准也开始往上了 所以啊未来升息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不过大家留意一下 7月底日本央行升息过一码 对不对 造成金融动荡 那如果这一次呢 如果他在升息呢 大家特别留意 会不会再次的动荡啊 因为很多日元交易啊 利差交易的部分啊 就在这一往时间啊 就是来做一个什么 大平仓 所以最近日元是不是持续在走强 好 来我们注意看哦 来台湾这边 11月的出口连续13红啊 连续四个月 占稳多少 400亿美金啊 年增啊 将近10%啊 最重要是什么 支通产品嘛 支通产品最重要里面是什么 AI伺服器啊 啊但是啊 最近为什么会这么强 大家想一下感恩节圣诞节圣诞节是不是快到了 该拉过去的货事实上都已经拉的差不多了 那为什么还可以继续出啊 因为啊极单来了 因为川普干嘛 要科关税嘛 一讲要科关税 那老师问你 如果你是进口商的话 你知道以后进来美国的所有的物资都要变贵了 你现在要不要进来 赶快买进来囤货 当然要嘛 对不对 那你囤下来之后 以后涨价你是跟人家一起涨 所以要特别留意 大家都想说川普关税是利空 他的利多你没看到而已嘛 对 台股这边那年底上看多少 23,700吧 对不对 四大利多啊 最重要的是什么 台积电啊 台积电ADR部分现在 溢价多少 两成多啊 而且台积电ADR部分刚刚已经公告了 11月份的营收啊 年增多少 34% 三成卡条是不是非常的好 继续往上嘛 那接下来呢 法人作帐 集团作帐 是不是准备要来的 因为现在快12月中旬了 准备要开始发动了嘛 那接下来呢 下礼拜 欧洲央行 联准会 是不是准备要降息了 那如果一降息的话 资金是不是又开始外移出来了 那另外一部分啊 AI伺服器现在都在做什么 主权AI嘛 昨天老师有给你看了嘛 东南里亚已经率先开始了 那接下来全世界每个国家都会用到 那这样子状况下来的话 AI伺服器明年是不是还是继续看好 那现在明年 出GV200 大宗嘛 第一季的部分 那第二季第三季之后呢 准备要切入GV300了 所以这一块持续热度还是在的 那我们看 加权指数的部分啊 今天震荡走低对不对 跌了148点 那盘中新台并有大幅贬值吗 没有在平盘上下游走而已啊 所以你会看到今天成交量啊 略显不足来到多少 3428亿哦 略显不足了啊 那说一个黑K 跌破了五日线啊 短期又准备要整理了啊 那三大法人的部分 我们先看外资 今天啊 开始卖了 卖70亿啊 投信人卖14亿 自营商卖57亿 三大法人同步卖仓 141亿左右啊 所以啊 指数掉下来了对不对 台积电共建多少 82点啊 你靠到台积电啊 剩下50点左右嘛 对不对啊 来 OTC的部分的话 持续弱势啊 今天全资股有谁在称 联发科 今天换到联发科在称啊 台积电红海多拉回来对不对 联发科今天逆势走扬啊 所以啊 你还可以看得清楚这一只 看不见的手 事实上还是在控盘啊 要不然你看 三大法人卖这么多 为什么指数才跌这样子而已 他还是在操盘还是在控盘的部分 而且啊 礼拜四台积电是不是要除息了 他准备要除息啊 能不能继续秒天洗 8年装 几率非常的高啊 好 那资金如果都被 全资股吸去了 那中小型股啊 震荡波动就会比较大 所以你要特别留意不要去乱追股票啊 那今天OTC的部分成交量来到922亿啊 不足千余啊 所以他准备继续震荡啊 那我们看一下台积电的部分啊 这一波啊最高来到多少 1100好嘛对不对 那上礼拜啊 前前一个礼拜部分啊 就是盘中的跌到到1000块以下 跌到1000块以下就是一个好机会 对不对 那今天收盘多少 1065块啊 盘中最高平盘1075 差历史新高只有差25块而已 现在是韩席对不对 那礼拜四除息之后会不会秒天洗 几率非常高啊 非常有希望来挑战多少 今年的新高啊 来台积电啊 大户的筹码老师再讲一次 9月20到12月6号 1000张以上了 哪有多少 0.34% 你不要看0.34%很少啊 台积电的股本啊 2600多亿啊 0.34%也十多万兆呢 小散户呢 继续卖卖0.22% 大户继续吃草莽 对不对 所以台积电是不是隐约准备要创高 准备要创高 你要特别留意哦 来 AI伺服器的部分啊 这些伺服器组装厂 前11个月营收好不好 都非常好啊 鸿海广达技嘉伟创围影神达音业达全部都是啊被AI带忘了 被AI带忘了继续忘下去了 现在是H系列在出而已嘛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GP200 12月之后开始少量出货 那明年低季呢 大量出货 但是啊老师一直跟大家讲 留意明年1月份 1月份什么 我们农历过年 工作天数没有那么长 所以可能会有一点震荡哦 来鸿海部分今天啦 跌3块钱 13块来到多少 192元嘛 对不对 外资投信这几天有没有继续追杀他 有继续追杀他 那你看嘛 股价目前还是称在190以上啊 你要特别留意啊 如果破了190呢 震荡期就准备要再拉长一点哦 来鸿海1到11月啊 我们来看1到11月啊 营收多少6.2兆 去年全年6.16兆 前十一个月已经追平去年全年了 12月的营收全部都是多的 都是成长的 那11月呢 6725亿啊 成长多少 3.47% 还是一样在成长啊 AI伺服器这一块里面有含GP200吗 还没有进来哦 所以啊 预期啊 明年第一季开始好 什么时候最好 当然就是二月份啊 完整的工作天数嘛 二十八天嘛 那一月份呢 会比较少工作天数吧 所以啊 慢慢的会来发动了 那另外 明年一月行情啊 是不是准备要开始啊 外资最近是不是要准备放假了 圣诞节快到了 他们都至上 他们有一些都在卖股 都已经在走人了 但是啊 你要特别留意啊 一月份 他们就会再度回来了哦 那鸿海 全球都有生产基地啊 之前大家都认为说啊 哎川普来了 关税来了 怎么办啊 是不是用这个图给你讲 鸿海全球各地他都有什么生产基地 他不用怕 就算了 加拿大 墨西哥被他磕了25% 他在美国境内有没有生产基地 也有嘛 只要在里面生产AI伺服器就好 就不会被磕到关税了嘛 所以就近就可以供应他们一些云端网路公司 譬如阿玛隆跟Google的部分嘛 就完全不会被磕到 那他们海外的伺服器的部分呢 就墨西哥厂或是台湾厂来供应就可以了嘛 那另外一部分低轨卫星大家特别留意哦 鸿海明年第一季准备要大量出货 而尤其是在三月之后 所以鸿海的题材事实上都还在了 那鸿家军下面的作帐 集团作帐 你自己注意看一下 事实上都有在动 讯星K1 昨天冲高 今天拉回来休息 一波接着一波 持续在慢慢的上工 那AI伺服器的话 鸿海这一波到底好不好 很好啊 去年整个AI伺服器占它整体伺服器是三成嘛 对不对 今年第一季已经来到三成以上了 已经四成了对不对 第二季超过四成了 而且它旗下的工业互联第三季 AI伺服器占整体伺服器来到48%了 已经48%了 合并报表近来 明年要超过五成 容不容易 当然是有把握的嘛 而且啊 它的覆盖率最大的 因为它全世界到处都有灯塔工厂 目前已经有八座了 灯塔工厂是什么 就是够企人 够企人在做做 在生产 所以它生产效率好不好 好啊 可以24小时的加工啊 对不对 那另外一部分 人工的部分要用很多吗 不要用很多 所以啊 它的生产效率会变好 而且啊 成本变低 那这样子一来的话 它的毛利率会不会往上 就会开始往上了 而且它现在零组件的 滋滋率已经达到八成了 同业只有五成而已 啊 谁到时候会赚得多 洪海除了赚营收之外 代工费它也赚 零件 价差它会不会赚 一样都赚下来 那它的旗下子公司呢 是不是零件都会赚到了 那另外一部分啊 洪准今天有下杀一点对不对 不用担心啊 Switch 2准备开始拉货了 所以你会看到它11月的营收 已经开始翻倍跳跃成长了 只会拉一个月吗 当然不止啦 所以要特别留意哦 另外一部分 之前老师送给大家资料 时间12月2号 黎明升级送哪三长股票 3029的01 3032的尾讯 还有哪一长 4763的材料 理由题材全部写在里面 对不对 我们来看 3029的01 对不对 软体通路 代理各大品牌 它是AI概念股 AI的部分 硬体走了 软体要不要动 当然也是要动嘛 所以它带你的品牌 都达58种 所以非常容易啊 往上通嘛 对不对 来这是今天早上 10点18分 老师发给会员的抗讯哦 早盘是不是在下杀 对不对 来恭喜会员 302901 股价逆势 油黑翻红 再创历史新高 波段获利最高多少 35% 多端持股请续报 继续给你扣就好了 对不对 来 你哪里好 我们先看一下 去年EPS它赚了多少 4块半 成长了11% 营收的部分呢 成长9% 139亿 毛利率11.8% 那今年第一季呢 营收来到40亿 成长8% 第二季成长37% 第三季成长31% 对不对 好进入第四季 10月份成长43% 11月份呢 成长65% 跟去年比起来 大幅成长 你就可以知道了 它的软体卖的好不好 它代理的软体卖的好不好 下下缴嘛 对不对 好那接下来你看毛利率的部分 去年是不是11.8% 刚刚有讲了嘛 对不对 第一季有没有高于它 第二季有没有高于它 第三季是不是都高于它 连续三季都是高于它的 所以你会看到 获利是不是就开始往上了 特别是第四季的部分 营收继续暴增 对不对 代表卖的越来越好嘛 营运继续升温嘛 那未来 毛利率只要再往上拉 获利就自然而然就来了 那获利一来怎样 大户就会闻到味道 就跟鲨鱼一样 就赶快进来了 所以你会看到 千张大户在10月25到12月6号之间 买了股本的多少 5.7%的股本的股票 对不对 小散户呢 一到十张的 卖了3%的股票 大户在买 参户在买 对不对 像贪那多 大户贪那多 参户贪那少 所以你会看到股票 对不对 之前有整理过一段时间之后 每次的创高 散户一定卖出 对不对 卖到最后呢 是不是大户最获胜 因为它持股最多 赚得最多 另外一半 三四三的创意 对不对 我们又回来了 对不对 我们又回来了 来 9点31分的call in 来跟大家分享 3443创意 股价怎样 强势大涨60块 涨了4.9% 目前价差最高来到多少 100亿10块钱 10亿10块钱 10亿1县 对不对 手上多端情绪爆 对不对 创意的部分 来看一下 去年赚了26块 将近三个股本 对不对 那今年 1到3季赚了多少 19块 去年赚到20块左右 对不对 还比去年糟一点 但是你来看一下 云运的部分 有没有很大起色 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季掉了13% 第二季成长2% 第三季掉了3% 10月11月份有成长吗 目前来看是没有大幅成长了 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在什么 毛利率的变化 来看毛利率 去年多少 30.39% 今年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你有没有发现 逐季的再往上走 第一季是29% 落底 第二季30% 第三季来到多少 35% 开始升温了 代表什么 产品组合在改变 利润越来越大 利润越来越大 之后只要什么 营收开始往上 他就赚得越多 所以你看千张大户 从10月4号到 更正这边是12月6号 千张大户买了多少 1.67% 散户卖了1.39% 大户是不是把散户筹码 全部吃光光 所以你看短期再创高 是不是很容易 来 老师要公布了 第三季 今年第三季 代会员的实战绩效 来我们先来看 2317的红海 38% 对不对 3374精彩29% 台积电旗下的子公司 对不对 深阳半也是台积电概念 COAS概念 63% 茂莲KY呢 还在创高 对不对 126% 茂莲KY 一张 高价股 对不对 一张你就看下约40万了 那雅光的部分 46% 油威科 31% 一大堆 老师来说高价股原相329323% 是不是都很多 之前有人在问说老师你的心象不见了 老师跟你讲心象还在这边 不过我们已经出了 因为你是追踪老师节目 所以出的时间没办法通知你 第四季的战绩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档是什么 6438的迅猛龙 我们的迅得66% 松散29% 一拳25% 大盈为机器人概念32% JPPKY昨天是不是又创高 又拉回来了 18% 富桥16% 高价股的川湖三成 31% 那最近的是什么 顺达31%VPU概念 那VPU最近是不是拉回来了 但是你要注意看一下顺达 EPS赚多少 16块多啊 16块多啊 那你去看一下AES股票800多块的赚多少前三季 16块多了啦 那01呢今天是不是创新高 35% 再来呢3303的带领 3303的带领 进前说的领带预 不好意思啊 这支我们了解出 这支我们了解出 亏了多少 15% 老师是遵守纪律的 该停我就给他停掉 这一档 我们是掉了15% 但是啊 如何在跟老师一起打拼 很简单老师现在推出一个399吃到宝的专案哦 怎么拿到 直接拨打电话进来0277251377 控仪7751377 你只有领先其他别人啊 他才会排在你后面 刚刚你看到吗 绩效我全部都PO给你看 这些都是实打实 会员的时机 有赚有赔通通告诉你啊 所以啊 最大的优惠今年 老师全部送给你包括 什么 年底前啊 也就是农历年前的 会期老师全部帮你买单 那399的优惠方案到底有哪一些呢 直接拨打电话进来 那 不方便打电话的 老师YT下面 你可以直接填写表单 就有专人为你说明 另外一部分的话 LINE AT的部分 你也可以直接私讯老师 但是你要记住 留下你的姓名电话 我们一样会跟你回复说 399吃到宝的方案 到底有多优惠 如果你满意了 再跟我们一起打拼就可以了 今天时间有见 我们节目到这边 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我现在留在散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 散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中学小学 你下耳机你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订阅理财领频道 我也好喜欢这个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 我們還能不能再見面